看看这个画面 没有错 国道上出现了一只水牛 该怎么办呢 有驾驶人在开车行经 国道5号苏号收费站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有一头水牛 就这样挡在路中央 而且还在车阵中穿梭 险向还生 警方最后花了半个小时 把牛给赶出国道 而四主也因为疏于看管牛只 影响到了交通安全 领到了一张300块钱的红单 高速公路上民众开车 经过收费站 远远就看到一团黑黑的不明物体 走近一眼看 黑黑的大水牛挡在路中间 走来走去 没把经过车辆放眼里 瞎不转路转 驾驶人只得自动改道 警方改到现场 循循善诱 要将水牛赶下国道 但丁大水牛却宁愿 害远景大眼邓小眼 怎么样都不肯走 最后还在路中间 留下一坨黄金 到此一游 前后待了大概30分钟 那就是我们同时在 后方就是警戒 只是好端端的水牛 怎么会跑上国道 远景办柯南追追追 在高速公路附近 找到疑似是四主的黄先生 说他没把牛管好 影响交通安全 对罚300块 我的牛也在里面啦 百块就赶快处理 大家就赶快把事情 做一个结束就好了 黄先生说自家养的牛 一直都没小 走上国道的水牛 应该不是他的 不过罚款还愿意带脚 大事化小 牛牛危机圆满落幕 却让所有庸路人吓了一跳 谢谢大家